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7月27號的公示手語新聞 頭條新聞來看 台南舉行的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同為二連勝的台灣 對上了古巴 中華隊雖然是先持得點 不過古巴隊也是緊咬不放 多次平手 最後是進入了延長賽 中華隊在七局下 擊出再進安打 以六比五擊敗古巴 篤定晉級六強 穿著白色球衣的中華隊 在一局下一上場不久後 馬上送給場底 古巴隊兩分炮 第二棒楊君揮出左外野拳雷打 一併將被保送上壘的隊友送回本壘 古巴隊不遭多上 二局上第五棒費南德茲也敲出右外野楊春炮回贈中華隊一分 雖然中華隊在這一場比賽領先居多 不過古巴隊也緊咬不放 四局上捕手張翔為了守住領先堅守本壘前 硬是擋下古巴隊這一分追平分 接下來這一個回傳球呢 楊君毅傳給捕手傳得非常的準確 應該講第二屆跟第三屆的U12其實都不建議捕手這麼做 避免這樣子的一個衝撞 古巴隊不是省油的燈 在六局上以連續安打突破中華隊防線 首度逆轉拿下超前分 但接下來半局中華隊全力追分 把比數搬回5比5平手 不簡單 哇這些小學生真的是太棒太棒太厲害 頂出壓力追平比數 比賽進入延長賽 七局下代打鄭成佑 擊出右外野方向的再見安打 將隊友送回得分 讓中華隊以六比五擊敗古巴拿下三連勝 提前晉級六強復賽 記者林兒彭耀祖綜合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也是 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中華隊以一分棄走了古巴 而自由時報則是報導 日前反黑箱課綱學生 闖入了教育部抗議 教育部大動作要求警方 逮捕學生還有記者 並且提告引發了爭議 台大副校長陳良基接受採訪 批評教育部是嚴重妨礙了新聞自由 再來看到聯合報的頭條是說 新北市動物保護處查獲全國首宗大量非法販賣繁殖場 在只有二十一瓶的狹小空間裡面 就擠了兩百二十隻的名種幼犬還有幼貓 而且種犬的聲帶都遭到割除 動保處是當場撤銷了營業許可證 勒令停業 小小的籠子裡集了七隻出生大約一個月的小狗 仔細一看這些狗的毛髮粗糙 還有皮膚病更散發出陣陣的惡臭 這裡是新北市新莊區的成功寵物方 被檢舉非法犬貓販賣以及繁殖 新北市動保處在凌晨破獲 並當場救出貴賓馬爾基斯吉娃娃等兩百一十五隻名犬 以及五隻美國短耳貓 還有六隻帶配種母狗被切除生帶身體虛弱 業者當場被逮捕並坦承透過網路販售幼犬 動保處表示 業者在一百零三年一月拿到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原本核定二十一瓶空間 只能飼養二十隻小型犬 但業者非法販售飼養數量已經超過十一倍 其中五瓶大小房間密不通風 經過掃描都沒有植入晶片 以及辦理寵物登記 業者也無法逐一交代每一隻犬貓購買來源 另外動保處也當場查獲兩百七十五劑犬用八合一疫苗 以及十二瓶抗生素 業者坦承自行施打疫苗已經明顯違法 目前動保處已經依法拆除業者十三萬元並勒令停業撤銷執照 而這兩百多隻犬貓沒入後 預計日後將開放民眾任養 臺中有一名六十歲的市長者黃先生 這個月十六號心肌梗塞 不過他以為叫救護車要付錢 而當時他的身上只有兩百塊 所以不敢打電話叫救護車 只好忍著疼痛 搭公車又走路 才到醫院去掛急診 差一點喪命 讓醫生嚇壞了 冰箱裡幾乎沒有吃的 只剩下一些人家救急的乾麵條 房子裡幾乎可以用家圖四壁來形容 屋頂也破了好幾個洞 這裡就是黃先生一家七口的棄生之所 黃先生是市場人士 之前才剛開了心臟手術 這個月十六號突然胸悶不舒服 卻不敢叫救護車 以為打電話叫救護車要收費 黃先生搭公車又走了半個多小時的路 才到了醫院 醫生嚇壞了 因為心肌梗塞 十二小時以內沒有急救 恐怕就會致命 黃先生卻是咬牙苦撐 黃先生說他無力負擔醫藥費 還好醫生和當地的民代幫忙集資 才順利動刀 黃先生一家七口 有四個人零有身心障礙手冊 雖然是零有補助 不過經濟弱勢 雖然他們沒有要求援助 不過台中社會局這幾天將進行了解 必要時也將動用緊急專案 幫助這家人渡過難關 記得林健森奈士捷 台中報導 常年飽受高鐵噪音之苦的苗栗通宵 城北裡的居民受不了高鐵經過時的噪音 以及房子明顯的震動 向環保署來陳情 而環保署公害糾紛委員會裁決 高鐵要賠償二十六名住戶 共八百三十三萬元 創下了高鐵噪音精神損害的賠償手力 站在自家陽台 就能夠看到列車接近 不過呼嘯而過發出的巨響 讓很多居民直呼受不了 老夫婦捧著滿滿的藥帶 上面不是治療失眠 就是抗憂鬱症的藥物 苗栗通宵城北裡的民眾說 自從高鐵二零零七年通車以來 時速三百的列車經過這裡 發出的轟隆巨響 讓當地居民很不安寧 不僅天天來 而且每二十分鐘就一次 有時候連續假期高鐵增搬 頻率更密集 不過高鐵居然沒有裝設 隔音牆 會很吵 因為每次睡覺的時候 他這樣哄哄都會一直吵到 我都睡不著 列車通過的時候 就感覺到明顯震動 有人的民宅還出現裂縫 地板均裂 民眾苦不堪言 當地居民向環保署申請仲裁 環保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裁決 高鐵必須賠償二十六名 緊鄰周邊的住戶 一共八百三十三萬元的精神損失 不過高鐵不服 認為當地的噪音標準都在標準值以內 如果以列車通過時的最大音量 作為領響居民 罪名品質的依據 高鐵公司認為不適當 將提起賠償請求全部存在之數 前年毒布丁事件爆發 掀起了食安風暴 當時販賣有毒原料的不效益者 立光農工負責人蔡福源 總共是犯下了兩百零五項的罪名 不過臺南地院判決七年有期徒刑 不少民眾認為只判七年實在太輕了 有說有笑大口吃著香甜布丁 兩年多前的毒布丁事件 對一般民眾來說似乎已經煙消雲散 不過台南地方法院針對台南立光農工 拿工業級防腐劑調製洋菜粉愛玉粉 賣給食品業者製作布丁或冰淇淋的 惡劣行為已經做出判決 當時受害廠商包括統一愛智慧和德濟洋行 還有網購名店伊雷特布丁也受到重大打擊 對於判決這些廠商大多不願表示一件 因為還有民事官司尚未判決 不過聽到這個消息的消費者幾乎都認為判決太輕了 立光農工以工業用膠代替食品級的天然膠 賣給191家廠商 也將過期食品添加物金智刺懷豆椒 賣給伊雷特等16家廠商做食品 台南地院認為立光農工負責人蔡福源 共犯205項罪名合併執行7年徒刑 全案仍可上訴二審 記者綜合報導 對人體有害的人工反續居防 美國今年6月宣布在3年後 將要全面禁用 而國官方公布最新的民調顯示 有4成3的民眾也希望政府能夠禁用 香濃的巧克力還有酥脆的餅乾 是不少人喜愛的零食 但是裡頭可能就隱藏不少反噬脂肪 恐怕提高心血管疾病風險 隨著新代人健康意識抬頭 已經有不少婆婆媽媽在選擇食品時 會先看營養標示 再決定是否購買 因為反噬脂肪不是 就是只會囤積在體內 然後不會代謝掉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會 就是如果有的話 我就不會去買這樣子 我會看它的吶含量 反噬脂肪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熱量 糖分有多重 國健署表示 人工的反噬脂肪比甲油還要毒 會增加血液中的壞膽固醇 及三酸甘油脂 不過調查卻發現 只有半數民眾會看營養標示 而且有近六成民眾 從來不會去看反噬脂肪的含量有多少 但是民眾還是希望選擇 比較健康的食品 因此有四成三的民眾 希望政府能全面禁用 反噬脂肪比較安心 國健署強調停用人工反噬脂肪是世界潮流 美國今年六月已經宣布禁用 但是會給予食品業者三年的緩衝期 而我國食藥署則是回應表示 會參考國際規定 但是目前沒有訂出禁用的時間表 記者賴水平 吳家寶 台北報導 台灣撐肝跳的國手葉耀文 在今年的五月 代表台灣參加卡達杯 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時 當時他無肝可用 為台灣奪下了金牌 不過在這個月 他參加南美洲的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卻同樣面臨到無肝可用的窘境 而這次他完全戒不到 最後只好放棄比賽 奮力往上一跳 台灣撐肝跳國手葉耀文 五月在卡達亞洲杯青少年田徑賽當中 為台灣奪下一面金牌 當時他用臨時借來的甘子 還用奪金牌 實力相當堅強 時隔兩個月 葉耀文在七月 南美洲的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中 努力練習 這一次甘子還是沒有到 讓葉耀文不滿 全世界只有中華台北的甘子沒有帶到 每一次比賽都沒有甘子 只能選擇棄賽 下飛機之後就知道 就是沒有甘子 然後要四處去尋找 狀況都是非常的好 卻要在旁邊這樣子看著大家 一一跳過一個高度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就是出國參加各個重要賽事 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這個其實內心蠻沮喪的 其實就擔心說 會不會下次又這樣子 葉耀文和媽媽相當難過 覺得狀況明明很好 卻只能棄賽 而且還不是第一次 對此體育署官員說明 是因為轉機 國外航空公司聚在甘子 而主辦單位原本說會提供 到了現場才發現 並沒有適用規格 體育署官員也表示 田徑協會會針對這一次事件 進行檢討 並在這幾天召開記者會說明 看未來要如何處理 避免無感可跳的情況 再度發生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日本除了面對颱風 和熱浪的侵襲之外 昨天還傳出 一架載有五人的小飛機 墜毀在東京的住宅區 造成基上和地面 總共三個人死亡 五個人受傷 消防隊持續在現場的 房屋與飛機殘骸中 搜尋罵難者遺體 和其他受困的生還者 這起墜機事件 發生在臺灣時間 二十六號上午十點左右 一架從調步飛行場起飛的 西斯納小飛機 連同駕駛在內總共五個人 原本要飛往一鬥半島 但起飛後沒多久 就墜落在飛行場附近的住宅區 除了小飛機之外 遭到波及的三棟房屋和兩輛 汽車也一起被燒毀 延燒面積達220平方公尺 飛機駕駛和一名乘客 連通被撞的房屋內 總共三個人死亡 五個人輕重傷 退休的民航機師 研判可能是起飛過程中 小飛機無力爬升而墜毀 但詳細原因還有待釐清 同時針對飛機所屬的公司 警方也朝業務過失致死的方向 展開調查 記者許家仁報導 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英國天鵝是王室專屬的財產 王室每年都會派人去清點天鵝的數量 順便為天鵝做健康檢查 而這項延續了800年的屬天鵝傳統 目前正在進行中 一起去看看 英國王室的天鵝普查大隊 在泰晤士河畔整庄待發 普查官的帽上還插著天鵝羽毛 六艘傳統的天鵝普查木船 還掛著王室旗帜 也是泰晤士河清點河裡的天鵝數量 也幫天鵝經常檢查 測量體重 並在腿上繫好有編號的標籤 方便日後清點 這就是英國有數百年歷史的 屬天鵝傳統 英國王室在西元12世紀時 宣稱擁有泰晤士河裡的天鵝所有權 由於當時天鵝 天鵝仍然是英國人的盤上佳肴 為了保護王室資產 因而產生了屬天鵝的特別儀式 儘管天鵝看上去姿態高貴優雅 但其實都非常強壯 天鵝既然是英國王室財產 當然就是女王腳下的子民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2009年也加入了屬天鵝的行列 英國法律規定 宰殺天鵝將可判處六個月徒刑 跟大約25萬台幣的罰款 英國在兩年前 發生了天鵝斩首慘案 警方還成立專案小組氣凶 每年今年天鵝的活動 至少會持續五天 去年普查結果 泰晤士河有1200隻成年天鵝 120隻小天鵝 預計今年的數目還會增加 儘管這些天鵝沒有數量減少的問題 但仍然面臨被射殺 跟環境污染等等的威脅 記者就安全報導 台灣人越來越晚婚 不孕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根據國健署的統計 從1998年到2012年 透過人工生殖出生的嬰兒數 15年來是成長了1.5倍 抱著剛出生的小baby 新手媽媽笑得好開心 但可不是所有婦女 都能順利懷孕生小孩 婦產科醫師表示 隨著現代人越來越晚婚 不用問題也越來越多 40歲以上的有到44成左右 那目前手邊我還有45歲 46歲的病人 那他們說才剛結婚一年 醫師表示國內不孕症比率 大約15% 也就是平均每七對夫妻 就有一對是不孕 因為女性超過35歲以後 卵子生育功能就會下降 男性則是金蟲數量與活動力 會隨著年紀增長而走下坡 根據國健署統計更發現 透過人工生殖出生的嬰兒數 從1998年的2317人到2012年 已經上升到5825人 15年來成長了1.5倍 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如果在自然沒有避孕的情況下 超過一年沒有懷孕的話 應該要早一點去看醫師 來做相關的診斷 為了解決夫妻生不出來的窘境 國健署從今年4月起 實施人工生殖補助方案 針對想生小孩的低收入 及中低收入戶的不孕症夫妻 一年補助上限10萬元 近期已經有許多人詢問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補助案例發出去 記者賴水明 吳家寶 台語報導 今天的修宇新聞通 要來告訴大家 檸檬有豐富的維他命C 不少人會喝檸檬水 來增強免疫力 還會預防癌症 不過營養師表示 檸檬雖然是可以幫助身體抗氧化 但是防癌 並不是靠攝取單一的食物 就能夠見效 而需要均衡的飲食 另外 過度的攝取檸檬水 還會可能傷害到您的腸胃 要注意喔 接著我們就來學學檸檬的手語 有三種筆法 第一個筆法是圓圓的檸檬片 敷在臉上 這樣就表示檸檬 檸檬 第二個筆法 指頭交叉 擠檸檬汁的動作 這樣也是檸檬的筆法 那第三種呢 是一手手指彎起來 另外一手在上面擠檸檬汁的樣子 檸檬 選手語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新聞的現場 聽說啊 聽聽看要HD咧 HD 對啊 而且啊 聽說是公視最後一個升級HD的節目耶 可是HD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啊 HD HD 可以吃嗎 好啊 好啊 HD HD 要送我嗎 好啊 HD 不知道耶 HD 英文耶 我那個阿朵啊 HD HD很厲害喔 連毛細孔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天啊 我的皺紋跟雀斑 快快快 幫我塗好一點 8月起 公視HD頻道 給你超臨場的手語饗宴 歡迎回到手語新聞的現場 手語歌不只是學生很愛 更是長輩很好的社交工具 嘉義市西區 樂林學習中心的 懷念老歌手語班 這裡是學員全部都超過了六十歲 學完之後 在各地的每個單位 來進行公益演出 獲得了熱烈的迴響 天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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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老歌 天蜜蜜 搭配上流暢的手語表演 這是嘉義市西區樂林學習中心 懷念老歌手語班的學員 到在地老人照護中心做的工藝演出 贏得熱烈迴響 阿嬤妳覺得表演好嗎 好 好 讚 今天很有機會的有老師帶我們來 這個奇樂園來跟各位大哥大姐們分享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手語歌拉近了長輩之間的距離 其實表演的學員們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 手語老師周襄瑤在初間班 大都選擇一些歌詞簡單 能囊囊上口的老歌 學員學習態度認真 也提升了信心與成就感 剛開始的話我會比較吃力 然後來到這個班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因為大家可能就是 短期記憶有限 所以在選擇歌曲上 我其實也是需要經過非常多的調整 可能選譬如說六行字的 或八行字的 在歌詞的選擇上都會做得比較短 我今年七十三歲 為什麼想要學手語 因為要增加我學習的知識 手語班的學員說 能到樂林中心學手語是一種幸福 能站上舞台表演是一種榮耀 能和長照中心的長輩互動 更是一種學習 手語老師也希望有更多的手語 種子失之 往後能將手語推入社區 讓手語更加普及 公民記者陳柏盧嘉義報導 寶刀手透透的單元 我們要帶您去看看 台中的無期手語要怎麼比呢 無期的第一種比法是筆籤筆 或者是五加上地方 無期 會筆做籤筆是因為聽說 以前無期這個地方有很多籤筆工廠 所以手語就借籤筆表示無期 另外筆五加上地方 是因為無這個字的寫法 木字邊上面五下面口 所以用五然後比地方表示無期 各地的地名手語可能有特別的筆法 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 可以多去問問當地的聽障朋友 來增長見聞喔 接著我們就來關心天氣 新聞方面我們來看看 各地的詳細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舒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 兩下午後 在那裡 有個小道路 一會兒 早天 二會兒 在那裡 一會兒 有個小道路 下午 如果 你对影像 有满腔的创作热情 那可千万别错过 公式成人影像创作营 13年来 公式已培育超过500名学员 更有超过70部短篇作品 我们不仅教你们影像创作技巧 更可体验拍片过程 将实作化为作品分享 活动日期 8月18号到8月22号 错过可惜 详情请上公式观望 真实生活 我们经历多少 明明是清醒的自我麻醉 在意外卷入病患至死的医疗纠纷中 麻醉科医师 卷入这场 诈领保险金的麻醉风暴 让保险理赔员 成年的冤恨和复仇计划现行 我等不到天亮 可不可以变成这样 好戏值得您珍藏 哎呦 哪有又变成那些心肌梗塞啦 你那时候就这么久了 哎呦 当初你怪我说我 不想处理治療成功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你大帝早就已经在国文公司了 蛤 啊 啊 哎 师父 师父 啊 你让这些人生啊 这种品牌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这边什么行业 请问愤愤的家属我们在这边 请问愤愤的家属 有不了的棒啊